先來看台中市一對 在米宿的附近買房子 人家這個社區大樓有規定 通過出社區 要用撒車 也就是用零零零零 來掛高水暗 怕這個地下一樓的車道 但是兩位朋友 搬進去不到一個月 跟他們家那些黃金六堆 都是怕社區的大廳 官委會把他們開出 一百二十九州的法庭 一張是一千塊 但是兩位朋友 根本沒有在信託 這個法金都不得高 官委會去把他們開出 他心裡發官 破 社區贏 兩位朋友要付十萬一千塊 給官委會 牽夠去公衡散步 如果疲了又牽回一處來 不過牽夠去社區大樓 大疲的行為 不是每一個社區大樓都可以接受 還有一組讓官委會發賣十三萬 台中有一對夫妻呢 去年底的時候入住這一棟大樓 他們有養一隻大型的犬隻 就是這樣子牽著大型犬隻 不斷進出大廳被警告 還被官委會開出了一百二十九張的罰單 但是夫妻倆拒絞因此告上法院 過這種問題啊 也是對我們來講很困擾 後來我們就搬走了 他如果真的有這種法律基礎 那我們也不得不配合 這個就我覺得絕對不合乎人情 時代實際的狀況這樣 因為現在狗狗也是家庭的一部分 他相當於就是我的家人 民眾台北婚認為有幾點就要遵守 不過狗狗認為現在全部和親人一樣 幾點可以討論的空間 那我們的車道有沒有車道哨 我們請車道哨幫他做一個VIP的管制 能那個車子先進空 盡我們最大的可能給他最大的方便這樣子 陷阱修校的官委會說 94年就定幾位 幾點之後 帶大型犬牧鎮在社區 不能放在肚子 要放在車車裡面 那才是要用冷條勾勒掛水暗 怕地下一流的車道 違反幾位的紅毛不賣 官委會購真歡迎 法官定為 通過幾位是經過所有困難會 疑惑他有法律效率 怕老婆要六十萬一千塊 給官委會會會等到最上層 既管理必要 當然可以用動物推車 協助動物達到動物不落地的情形 而不可以為我們比例顏則 要求住戶抱著大型動物進出社區 也不可以要求住戶走車道 因為車道是屬於車輛通行專用的 律師補強說 就算有相關規定 也不能讓全部走車道 那是在車道發現以外會有法律決定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介紹